这个我会跟你弄掉 你给我关掉 那好 那各位领导 大家晚上好啊 然后也非常谢谢 Carol Carol姐 我们新加坡的经理 给我这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 市场计划 然后 是我介绍的简单 我就是Aaron 我是马来西亚的CEO 然后当然也是 五个创办人之一 然后是非常开心 也非常荣幸 给今天来这边 跟大家分享 其实有一点小小心得 是在开始之前 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我觉得 因为雨薇成立是在2016年 然后因为在这个 疫情的当下 让我 就是很多时间 我就去思考 真的如果2016年 我还是在做着 我传统的生意 没有开始这个雨薇事业 现在的情况 真的是非常糟糕 因为我家族生意 今天下午 我才见我大哥 生意已经跌到 25%到30% 虽然是可以开工 所有员工都可以来工厂做工 但是没有生意 员工还是必须要给他们来 必须要出量 工厂的所有的费用 还是要照走 所以各位朋友 你们去思考一下 所以接下来 当 这疫情几时能过 专家都说了 未来的6个月 12个月 都未必能 能解决的问题 那会影响 多少中小型 企业 甚至那些大型的企业 都会 深深地被影响 所以我就 跟我老婆 我是在聊天 我是讲 真的很庆幸 我觉得我自己是 很幸运的那一个 跟所有领袖 你们都是非常幸运 因为你们接触到雨薇 但是我们的开始 是抱着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我们的初心 就是我们开始的那一颗心 就是 让我们知道 硬加果油 可以帮助到 它的Omega369 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找回健康 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健康 我们就是抱着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就是一直不断地 努力地去开发这市场 那开始我们也看不到路 也是经历了很多失败 很多人的排斥等等 但是就是我们的相信 所以各位领导 今天我们已经跟雨薇 结下了这份缘分 你们的相信 跟那个行动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 大家就是要坚持 这份你的开始 跟雨薇 结这个缘分的这个心 很重要 就当时我们的开始 我们坚持去做 到今天你看 MCO从3月18号 我说马来西亚 新加坡也差不多 这样的时间 你看到6月多 才慢慢地解放 那大家去思考一下 如果没有一个 passive的收入 对我们来讲是 多辛苦的 因为你看小 小朋友们的费用 真的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远分 所以大家要 珍惜 那我就先 我相信也是新朋友 在里面 就跟大家简介一下 今天我主要分享 就是雨薇的市场计划 那讲真的 一家直销 这边三个重点 跟大家分享 先 before我开始 一家直销 这个是来自我们 全世界直销工会 的会长 他讲了一番话 来自美国的 但是 那一家健康的直销 当你选择一家直销 去发展 一定要选择健康的一家直销 它有三个重点 第一 产品 一定要有生命力 那你们 跟雨薇一段时间 都知道了 我们第一个产品 我们的Satcha NCOI 对吗 它的回购率 高达50%的 那我们的Sell Pro 我们的Inchagat 提升免疫力的 基础营养的 生成排毒的 所以产品是很重要 它必须要有生命力 回购率 这是第一 那大家可以去思考 雨薇的产品 跟接下来 我们有我们的 Rich 然后现在接下来 跟火爆我们的Balance 第二代 Omega 7 367跟9 我们以为有两个红字 1316跟3679 所以你看我们的产品 第二 它必须要有一个 一样的 要有生命力的市场计划 就是今天我的 Topic OK 所以第二点 第三点 领航人的企业文化 他们的思想 是很重要的 他们带着什么样的 去带领着整家企业前进 那这一个好不好 就给大家 你们继续思考了 因为这三年多四年 我们做了 每一个动作 希望大家都能看到 都是为了所有领袖们的 极大化你们的收入 而去做的 任何决定 OK 那就是讲今天 三大重点的第二个 就是市场计划 OK 来 Next 下一张 OK Yuwei公司2016年 成立于新加坡 然后我们是全面收购了 老挝的重坡之地 其实 印加国 是起源于哪里 在南美洲秘鲁 阿玛逊河旁 OK 印加族 他们已经是3000多年的历史 那为什么 今天我们会 成立公司 成立在新加坡 为什么是收购老挝的种植地 因为在那边 已经超过十年了 有台湾的种植 那种博士 他们已经 尝试的移植 从秘鲁 野生的移植 在东南亚地区种植 印加国 也有在马来西亚 也在泰国 也在柬埔寨 然后也有在 老挝 那为什么选择老挝 老挝这片土地 它种植出来 原生态种植 它跟秘鲁野生的相近度 它们提炼出来的油 接近百分之九十九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片土地 也非常感恩 这片土地带给我们 非常丰富的收成 跟非常 就是很好的 那个油给我们 所以非常感恩 然后成立于新加坡 然后2017年 也进军了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 我们先 在就是 成为了 那个DSAM Dialect Selling Association Malaysia的Members OK 那今年我们已经是 第二年的Members 然后新加坡很 庆幸地在去年八月 我们也成功成为 新加坡Dialect Selling Association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进这些工会呢 因为这是我们要承诺 我们对大家的一个承诺 保持着 因为如果我们有进工会 尤其是新加坡 领导们 新加坡的领导们 新加坡的直销工会 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领导 开始 他们接触到我们 油为产品 确实很好 然后了解了Marketing Plan 过后 真的很OK 你很快看到钱 但是他们就有一个担忧 公司会不会很快的换计划 因为新加坡 马来西亚的公司 就是让人家这么担心 所以为什么直销 很多人会选择美商 他们觉得他们比较有 System 比较有承诺 不容易去改 但是我告诉你 不要一只竹竿 打翻全船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公司 我告诉你 油为一定会是解除的 为什么 因为市场计划 是由我们在看着 我们是很严格的看着它 然后为什么会进这个直销公会 就是让它来监控着我们 不要轻易破坏到我们的承诺 所以这是我们对大家的承诺 希望你们认真看这件事情 因为要进直销公会是 我们自己 好像装了一架CCTV来监控着我们 不要犯错 我记得有一个领袖 应该今天也是在里面听 我们的秀儿姐 他讲真的 今天可以跟雨薇 签示一个合同 不离开了 最重要是公司 不要改市场计划 那我说 如果讲增加奖金 他说不用了 已经很多了 所以各位领导 各位家人们 其实我们现在的市场计划 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一点 因为我们不用囤货的 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 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奖金的 播放的那个速度 它是很有速度的 所以它是 比一般直销 你可以看到 你坐下去的时候 你很快能看到钱 同时间内 你不会有一般直销的压力 就是你为了得到奖金 你必须囤货 那讲真的 我的经验 我看到很多直销商 他们为了达到他们的聘级 他们的等级 他们都是刷爆卡来囤货 那在雨薇 绝对不会出现 这个情况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plan 是非常仁爱的 OK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慢慢去探讨它 OK 来 下一张 OK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制度的强点在哪里 好不好 来 Next Before我开始 这一个是非常好的掌头 我相信 家人们 领导们 你们都很清楚 知道了 这个 我们讲 ESBI E就是Employee 现在新加坡的朋友 好多讲真的 就是环境的情况下 大部分的人都是打工 然后也有 就是我们 Self-Employer 然后 Business 然后到我们的 Investment 那一般 在一项线的话 我们说在 工作精致 最底端的 就是靠着双手 靠着我们的劳力 靠着我们的努力 换钱的 OK 这一般人 如果今天 有家人们都是处于这一块的 你们一定要 垫高枕头 真的认真去思考 未来的路 应该怎么走 因为用劳力 用你的双手去换钱 像这一个情况 OK Lockdown 你没法出去打工 没法去 去做工 你的收入会 直接的受影响 或者 不要说 因为疫情 而被Lockdown 有什么意外的话 让你失去了 用你这份努力 去换 那金钱回来的能力 你该怎么样 怎么办 所以应该认真去思考 这是我们人生 应该去思考的 一个保障 那自己做生意的 在S项线的 现在是面对最大挑战 因为在employee这一块 政府还有资助 还有跟中小型企业的老板说 你们不能裁员 对不对 还是要照给员工资金 所以在S项线的这一块 现在是面临最大的挑战 而且在马来西亚 我说马来西亚 我们的中小型企业的 association 南的会长说 接下来六个月 最少有30%到40%的 中小型企业公司会倒闭 在新加坡 我有看到新闻 有好多千家 公司倒闭 面临 所以你们去思考一下 所以Sales Emporator 我相信 在群里的家人们 也有很多人是 自己做生意的 我觉得自己做生意 问地区 就是自己 要应该认真地去思考 该不该有一个副业 用乐意的时间 去建立我们有管道的 就等于现在我们在挖 我们在提水 讲真的 S项线跟E项线 都是在提水 就是我们要喝水 就去提水 要喝水就去提水 但是在提水 过着基本生活当中 能不能花一点时间 建一条派 管道 当管道成功 我们在家开水龙头 就有水 这是很基本的道理 我相信很多人 都看过管道的故事 但是真正有多少人 悟到 然后去做到呢 然后在B项线的 就是现在 雨薇家人们 你们处在的这个项线 我们可以说 这里是 企业家 是拥有系统式的模式 去赚钱的 今天就是我们要了解 我们雨薇系统 它是怎么样 有生命力的 让你一次做工 同样是在做 是在建着那个管道 一届一届的再见 然后当你一成功 在家坐着 开水龙头 水就会来 它是用制度 来替你赚钱的 不是用你来劳力 然后最后当你再 雨薇赚了很多钱 那讲真的 在雨薇的几颗钻石 大家可以去问他的 他也很慷慨 也很愿意跟你分享 他的收入 告诉你 可以年度过百万 我说马币 年度过百万 新币差不多年度有三四十万 三十万 就可以成为爱了 可以挑起我们的爱 对不对 让钱 你可以去 inverse股票 inverse property 你前提 就必须要有钱 那有钱 你必须要有一个制度性的 让你赚到钱 当成为爱的时候 就让钱给你生钱 人生就会圆满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思考 我们怎么样 来在B项线那边 让制度为我们赚钱 好不好 尤其是E跟S 如果家人们 我们都处在这一个情况 这段时间 你应该是 开窍了的 应该 都是很认可 用月夜的时间 去建立我们的事业 那以为是不是最ok的 最好 或者你应该要选择的 我们不是最好 但是我们是处在 趋势那一块的 我们用的是电商交往 对不对 然后我们做的是 大健康产业 所以未来趋势 是非常非常 就是日不落的 我实际上说 这个事业是 那太阳上去 是不会下山的 为什么呢 接下来你说 大家对健康的意识 是不是提前了 十年或是二十年 开窍 对吗 因为这个疫情 每个都知道健康 跟免疫力都重要了 所以我告诉你 大健康产业 再加上电商交往 绝对是未来的趋势 再加上我们有一个 系统式的收入 而且又不用囤货 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不断的建立 我们的那个派 我们的管道 得到一个永续的收入 很关键的 所以大家希望 可以顾到这一点 来下一条 这一个是关键的 刚才我讲的 以为2016年成立新加坡 然后2017年我们开始 马来西亚 然后新马两地 领导们听清楚 新马两地啊 在2019年 我们已经超过一个亿的业绩了 马币啊 我说马币 大家可以换穿微信币是多少的 领导们你想一想 才两个国家 然后在4月份 那当然我们之前已经规划好 4月1号会正式启动台湾 因为台湾所有的 license 所有的报告 路口的那些报告 全部已经齐全了 我们正式启动4月1号 但是遇到 这个疫情的情况 但是我们也没有delay 所以台湾是我们第三个 真正是要发展的国家 才三个国家 领导们 接下来我们的计划 是会开发东南亚市场 所以你要去想 我们未来的市场存在率 就是这样 所有领导们 你们今天站在的这个位置 绝对是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未来的市场 是很庞大的在你们的手中 就看你如何把握 然后最重要的这些市场 雨薇全球是联营计划的 我们的marketing plan 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的plan 是全球连线 听清楚 新马 台湾 如果接下来我们开 印尼 泰国 东南亚国家 全部的plan 是直接连接在我们的binary plan 跟我们的那个maintainance 那个太阳线的plan 是完全连接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全球你看 全球 全球统一计算 低压力高回酬 怎么说低压力 刚才我已经讲了 我们是不用存在着每个月 必须囤货完成一定的业绩 来得到奖金的 是不用的 所以它是很少压力的 然后那个无限层的奖金 我们的对碰奖金是无限层 OK 然后我们的repeat order 高达50% 然后我们的plan 通常marketing plan 我相信 家人们也听过binary 通常是这样 很多直销公司 你必须要很平均 产生对碰 有效率扎金 但是以为的plan 因为很奇怪的 binary 通常是一边大一边小的 我不懂为什么 所以这个是自然界的 所以大家要去努力去做 它就是给你一边很大一边小 要努力的去做另外一边小边 不要满意去做 它一定会慢慢balance 然后再以为就是这样子 一边踏上腿 所谓的单边很大 它的奖金也是非常可观的 这就是我们以为句话的 它的强项 OK 所以这几点是很重要的 记得 全球联赢计划 它是一起算的 OK 不是说今天在马来西亚 然后坐到去台湾 台湾回来的那个分数是 一半还是百分之二十 没有它是百分百算完给你的 记得这一点 所以你想一想 当现在你发展 然后台湾才开始 可能你用Facebook Public Media 推荐到墨生推荐 那个台湾人 真的做得很好 它在台湾上钻石 它的分数是直接 影响到你现在 在新加坡的 库口了 是直接呈现出来的 明白这道理吗 OK 下一张 OK 那 那 before我进入 我们要 选择 所谓的 我们讲代理 我们的配套开始 成为以为的直销商 代理商 但是有几个重点 大家一定要拿笔 如果有笔 你们写起来 有几个 在系统上的一些 重点 你们一定要知道的 就是当你成为以为的 就是 直销商过后 你有一个户口 因为我们是电商 online的户口 但你lock in进去 你会看到 我们用的换算奖金 跟我们的产品的价格 就是我们换算 产品的价格 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 Uway Dollar Inchiaway Dollar Uway錢 叫做IWD 大家一定要写起来 IWD Inchiaway Dollar 所以你会看到产品 你会看到新加坡 你会看到Inchia Oil 我们的Satcha Inchia Oil IWD 50 应该没有错 因为马来西亚是52 新加坡是50 OK 那IWD 50 然后 它是这样子 IWD是我们所有系统 的一个换算单位 为什么我们是换IWD 因为我们是全球连线 在马来西亚也是IWD 在新加坡也是 在现在台湾也是 接下来 泰国、印尼、东南亚国家 都是 只要你lock in 系统看到的 都是IWD 每一个国家 它沉出去 换成你当地国家的 那个币值的时候 它就不同 那比如说 在新加坡 EIWD 是等于1.66 新加坡多了 OK 那很简单 你要换算 在这边 我们说第一个配套 跟公司合作的 就是同级 它是一套产品 一套 那假设你选择一套 我说选择Satcha Inchia Oil 就好 大家可以拿计算一算 一套是IWD 50 你就乘上1.66 再加上每一个人 要成为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直销商 他必须要一次性的 要给一个会员费 它是IWD 10 所以IWD 50 加上IWD 10 是60 你再乘1.66 就得到新币多少 但是必须加上 新加坡的那个 USD 然后就会得到 一盒 就是新加坡前 106.6 然后这是第一个 大家要知道 是IWD 在新加坡是1 IWD 对1.66 在马来西亚是1 IWD 对5 就可以换去马币了 然后在台湾是1 IWD 对45 台币 然后这里大家清楚 第一个要记得 IWD 第二就是Point Value PV 所以一盒产品有几分 30分 这是standard的 所有产品都是30分 PV PV 就是拿来换算 所有奖金给领导的 OK 所有的 等下我会讲 多少%乘以PV 全部都是拿来换成奖金的 换算奖金的 所以Point Value 也是大家第二个要记得的 所以一盒产品是30分 那如果今天 你要选择用铜来开始 Bronze 来开始这个生意的话 你的费用就是多少 你要投资进来 买一盒产品去吃 就是106块6毛新币 所以你就会产生30分 OK 然后 第二个 就是Shiver 第二个配套 Shiver 是三盒 三套产品 OK 然后 再来 第三个配套 是Gold Package 它是10套产品 然后我们最大的配套 就是Platinium 20套产品 1793.8毛 那一盒产品是30分 对不对 那Platinium是20盒 所以20盒乘30分是多少 600分 OK 清楚吗 那领导们可能会问 家人们会问 为什么我要选择白金 这个配套来开始 用铜我就可以开始发展这个事业 对的 用铜可以发展吗 可以 用白金可以吗 当然也可以 但是在你发展事业得到奖金的那一块 铜级的话 你可能会流失奖金 而白金将不会流失任何奖金 听清楚吗 我重复一次 你要发展一位事业 一定要用白金级的这个Package去发展 OK 因为这个Package你不会流失任何的奖金 记得 金级也会流失奖金 只有白金不会 那 那家人们可能你会问 白金20套产品 1793 各位朋友 只需要一次 这一个Package 一次性你是白金 你终身都是白金 所以不用再说 我今天我要发展 我这个月买了白金 下个月是不是还要保持白金这个业绩 才能得到完整的奖金 不用 能听清楚吗 白金只需要一次 所以为什么我说 我们的市场计划是非常 人性化的 人爱的 然后它非常有生命力 为什么 各位领导你想一想 20套产品 如果一家人 其实讲真的 你认真来讲 这20套产品一家人吃 你都不用去卖 都不够你吃的 为什么 我们有我们的Satcha Inti Oil 对不对 我们有Selpro 我们有Inchaga 我们的Isep 在我旁边看 那四样产品 一样拿5盒 20套 家人全部人都要吃 尤其在这一个情况 你不用卖 你用白金去发展 你完全不会流失奖金 OK 那明白了 所以四个配套来开始 OK 来下一张 我们就来谈谈 接下来我会谈 用同级来发展 跟用白金去有什么不同 什么样会流失这个奖金 你一定要弄清楚 那第一个 与为事业 我们这个事业 它发展 就是一个方向 你要相信产品 自己吃到好 这是一定的 你没有吃产品 你不要去发展这事业 为什么 骗人的 你自己都没吃到好 你去跟人家讲到多好 都是骗人的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把产品吃的好 自己成为产品的代言人 好 就一个做法 真心去分享 我时常说的 与为事业 真心去分享这事业 就是我们该做的 但是只要一个动作 真心分享产品 会有九种收入 好还是不好 那上下班就是一种收入咯 约到拿工钱咯 开门做生意的 一样咯 约到要结好 先到结好 Rental 工钱 有胜利才有赚钱咯 刚刚我讲 在ES Self-employed 现在情况是很糟糕的 但是以为不同咯 你只要有分享 你就一定有奖金 第一个 而且我们有九种奖金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Sponsor Bonus 推荐奖金 公司给百分之40% 各位领导听清楚 这40% 全部给出去 在市场 它没有回流 就是如果今天 你是同级发展 去发展这事业 你没有拿到 百分百的奖金 它会流失到你的 Upline上面 它也不会 回流公司 这里很清楚 公司拨出去了 这个全部在市场 希望领导们都可以赚到钱 这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理念来的 所以今天假设你用同级 所以我要给你知道它有什么分别 同级 你去sponsor 一盒产品 记得30分 刚刚我讲的所有奖金换算 是按point value来算 excuse me 用point value来算 所以今天你是同 你是买一盒产品 自己开始 那你推荐一个同级 OK 这边 推荐一个同级 40%乘以30分 给多少 所有奖金我讲的是用IWD来算 所以40%乘30pv 4312就IWD12 所以换回去新币的话 你就乘1.66 你的奖金就是19.92 很清楚的 所以很简单来讲 OK 一盒产品 你成功介绍到 给你的一个新伙伴进来 在没有流失奖金的情况下 123品 新币能赚 19.92 你没有任何的费用 情况下 你吃的很好 所以我讲的 产品一定要自己吃的好 真心去分享 当它吃的好 它长期买 你看你推荐 一个会员 你只有19.92 但是你看 如果今天同级 你推荐了赢级的话 OK 你只拿到30% 看到吗 那边90分 你不能拿40%的90分 你只拿到30% 那10%会流失到Upline Latinum 或者它比你大聘级的那一个 大那个Package的那一个Upline 那如果你用同费用Go 你只有99 20% 只有99.6 等下你看 如果你是拿100% 那40%拿完 它是不止99.6%的 那如果今天你是同金 你sponsor一个白金 你介绍一个朋友 他觉得很好 他又financial 他是OK的 他想买20套 你会阻止他不要吗 不要啦 我今天是同金 你先不要进这么大配套 你买一套先 你会怎么做 你会不会sponsor他 不然你要跟别人 给别人sponsor去就惨了 那你看 白金是20套是600分 600分你只拿 600分是10% 就是意味着IWD多少 10%罢了 60罢了 如果是40%乘以640多少 240 你拿不到240 IWD你只拿到60 所以流失了 就会pass up去Upline 明白这道理吗 所以你用Bronze 你用铜级来发展这事业 你推荐铜级 你才能拿100%的奖金 你没有流失 OK 那明白 来下一张我们看 Silver的话 Silver的话 推荐铜 跟推荐Silver 因为只要给你同样的package 你就是拿100% 你看到吗 40% 跟40%没有流失 OK 但是你推荐Gold的话 你就只剩30 推荐 白金的话 Platinium你就剩20% OK 以此类推荐 我们看下一张 如果今年你是Gold 你看 Gold的话 推荐铜 Silver 跟Gold的话 40%拿到完 可以拿到 新币199.2了 但是你推荐Platinium 你还是会流失10% OK 来看Platinium的话 不用看 不用看 Full Set 每一个package 你去推荐 都可以拿40% 就是40%拿完 那你看 你看回 铜 铜 推荐白金 跟白金推荐白金 那奖金流失30% 看回去 你看回那铜 你看 铜的话你推荐白金 只有99.6 来 看回去 Platinium 再下一张 Platinium是398.4 那你的奖卖一定很开心 如果你不用同级推荐 那我问大家 大家去思考 如果今天你是同级 你可能在经济上 也没有能力去upgrade先 但是你遇到一个白金 你会推荐他进来吗 虽然会流失30%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 推荐他进来 不要等你有资金了 去upgrade了 才推荐他 因为什么呢 他可能不能等 他需要这产品 他已经很认可这产品 那如果你叫他等 不小心可能 三天五天八天的里面 对别人推荐 他可能会去发展 这世界带给你 接下来更巨大的一个市场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小 线舍 后面一定会得到更大的 好不好 所以这一边重点 再次跟大家分享 在sponsor 奖金40% 一定是要用白金去发展 才不会流失 这边清楚吗 所以两个重点我再重复 一个叫IWD 在系统里面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 换算奖金的 跟产品的那个单位 就是用IWD 在新加坡是乘以1.66 变成换成新币 然后换算奖金 是用point value 每一套产品 多少分 30分 OK 能清楚哦 所以用白金发展 不会流失任何奖金 OK 所以sponsor bonus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在没有流失奖金的情况 每一套产品 我们成交sponsor一个 会员进来得到多少 19.92 cp OK 明白了 那好 接下来 第二个奖金 对峰奖金 所以我相信加勒门 你们可能也有 直销的经验 那没有直销经验的 没关系 我们就一片白纸 慢慢的去学习 那今天你听了 可能有满头雾水 很多问号 没事的 可以问Carroll 可以问Jack Anthony 或者问我 都ok的 慢慢了解它 OK 那第二个对峰奖金 它就是 对峰了嘛 就是从白纸里产生 所以直销 其实直销可怕嘛 其实很多人是很怕直销 为什么 不懂 原因直销 有那人是长安党 因为我买一堆产品 没有用的 放在家里 对吧 反正呢 之前我也是挺怕直销 就是这个观念 但是我给大家知道 我在美国读书 读市场学 是需要读到 Multi Level Marketing 就是直销这一行业 那读书 你要毕业于市场学 你必须要修这堂课 那它是ok的 为什么会担心呢 所以我告诉你 直销它的制度 只要是健康的 它一点都不可怕 可怕的是 拿着这个制度的人 去做不对的东西 明白这道理吗 所以双溃 Binary Plan 是给一些 不正规的人 我可以说 去做一些不健康的事业 来影响到双溃 这让人很害怕 其实是不用怕的 它只是一个 换算奖金的一个机制 双溃就是Binary 所以一样的 对碰奖金 在宇为 是给无限层的 是给百分之10% 无论你是铜 铜 或者 铜 或者铜 或者是 都是哪 哪10% 没有差 but 记得它每字封顶 大家看一看下面先 你看每一个铜的每字封顶 IWD 50 铜 Shilver的每日封顶IWD是150 Gold的每日封顶IWD是500 白金的每日封顶是IWD1000 所以这边给大家知道 看哪百分之十的对付奖金是没有差 但是他每日你能得到奖金 差很多 OK 那他怎么算 所以你跟大家看同节 如果今天你是同 Binary就是左一边右一边 这四场计划就是分成左跟右吧 那今天很简单我推荐了一个 A先生进来 你一定要placement他在每一个人都一样 当你成为会员你就是会有一张图 Binary图 它是空的开始 but记得这张图会 Uplight可能会用掉你的位置的 那没事的 那假设我先讲它全部是空的先 假设今天我是同级 我推荐了Mr A进来 我把它放在我的右边 我就知道那边有一个30分了 因为一盒产品30分了 那我也很清楚知道我推荐了他 我有$19.92 对了我推荐奖金吗 那我再推荐Mr B 那我想问一下家人们你会放在哪里 因为有对碰奖金吗 对碰就是 不明示意就是它必须产生一对 明白吗 所以左有一个了 我一定是放在右边这边 所以它产生一对 就可以产生对碰奖金了 然后对碰奖金 10% 10乘以30分 多少 IWD3 再乘以1.66 怎样 得到新币 失败 9.8 所以很简单的 再没有流失就是你没有流失 只要左右有一套产品形成对碰 你就有新币4块钱 如此简单 那对碰这边很奥妙的 它是一个团队精神的 记得 我刚才已经讲了 很简单今天你看同 假设你的左边 我推荐了Mr A 我推荐了Mr B 他产生了奖金 但是我可能 接下来三几天我没有去推荐人 把我的arm light 因为他有去做工 他可能在我Mr A 又placement了 一个人 可能他是goal 有300分 那怎么办 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这个分数对我的对碰奖金 对我的对碰奖金有帮助吗 绝对有 这300分也是属于我的分数 所以很简单的 如果我去sponsor Mr C 出来 我的左边已经有300分 我会放在我的右边 假设我只是推荐 一个bron就好了 30分我会放在右边 他又形成一个30分的对碰 OK 那我又有10块钱网吧 那300分不是我做的 upline placement的 但是我只要做一遍 我就能得到了 这就是刚才我讲的 对碰奖金无限层 还有一点 就是以为的制度 它是很有忍心怀 这点也能明白 刚才我讲回这个 假设300分 减掉这30分 因为这边有个goal 300减34 还有剩一个270 那这个分数会留着 它不会不见的 留着下一次 你有人的话 你再放弃 右边 它又产生回共产 明白这道理吗 OK 那 铜 银 金跟白金都是一样算法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今天你是铜级 你推荐 同时 假设 我今天我是铜 我推荐了一个 Blatinium 600分 我sponsor bonus已经流失了 那我很幸运 我又推荐另外一个朋友 他又要Blatinium 我又放在右边 600分600分的对控 10%是IWD多少 60 但是大家去看 去铜的话 IWD一天只有 50 你会流失IWD10 明白这道理吗 所以每字封顶你记得 Binary图 大家一定要清楚 做有制度的事业 尤其是我们以为 它是会越滚越大的 因为它不是你一个人在做 它是整个团队在做 所以当你的团队组织在走 Upline也有Platinium Dumbline也有Platinium 意味着你可能会有一边 是大象腿 很大很大的 然后可能你再去发展的时候 你很幸运 因为你很真诚去发展 在你的右边 你找到一个很大的领导 他也做了很大 产生的对碰是很大的 每天一直在对碰 如果你是同级的话 你不能拿负 你只能拿一天IWD50 明白这道理了吗 所以我问给大家 如果今天你认可了 领域的产品 认可了这事业 大健康产业 未来的趋势 电商交往 你会以什么 package去发展这事业 我告诉你 一定是 白金的 所以领导们 我们不用push 我们的downline 我们的团队 你要买白金 白金不用了 当他了解了 他可以升级的 怎样升级吧 他可以先竞同 当他来 听完制度过后 你约他来听 Jack讲 Melvin讲 还是我讲 他觉得 这个事业很好 产品也很好 他会以什么package 来发展 他肯定以白金 sponsor 会流失 对付奖金 每日封顶会有差 那同级可以 upgrade到 silver 可以upgrade到 platinum 可以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你 现在进的package upgrade到最大的platinum 他有时间限制吗 没有 然后upgrade的情况是这样子 你可以同 你先竞同 你upgrade去silver 你一定要买三套吗 不是的 你只要加差额 你只要买多两套 你upgrade多两套 你就可以去silver了 那你是silver就三套了嘛 你要跳进go可以吗 可以 你就upgrade到七套 就成为go了 那如果你是go的话 再加10套你成为白金 那从bron可以直接挑白金吗 可以 就upgrade19套 所以记得我们不要去part sales 去push我们的down 当他吃到产品好 当你给他正确的观念 觉得这个副业 这个广告式的收入很重要 而且这个大健康产业 未来的趋势非常非常大 会带给他巨大的财富的时候 你约他来听一场市场计划 他了解过他一定自己 upgrade白金 OK 这边明白 对付奖金 那我去跳next 来下一张 OK 看到吗 小区跟大区对付完大区的奖金 无限 记得无限程度 无时间的 保留给大家 那很简单 今天你很幸运你的upgrade 一直把你的左边 像那个大区做得很大 你可以慢慢的去发展你的小区 而产生的对付奖金是一直无限的 因为那个分数 是不会流失的 但是这边啊 我强调一点给大家知道啊 一定要如果你已经落入 maintainance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 maintainance 等下我会强调这一点给大家知道 OK来 再下一张 OK 来对付奖金这边 来变景就下一张 再来next 来第三对等 OK before我讲对等呢 再来两个重点大家要拿笔根纸写起来 每一个会员 每一个 会员当他成为我们以约的会员的时候 每一个人成为以约的会员的时候 就假设这一个月 五月份 你加入成为会员 无论什么配套都好 你是不用 再回购的 就是maintainance 工资还有 同时间再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假设五月你加入 六月 七月 八月 这三个月 你是不用有任何 repeed order 就是maintainance 来得到奖金的 好 但是 落入第四个月 记得 maintainance 就是维持一套 这是公司跟 所有 领导的 唯一的一个 条件 所以刚刚我讲了 在以为 我们的plan 你进blacktinent 只需要一次 OK明白了 但是 你要为了 得到奖金 而不会流失奖金 就是你加入的那个月份 在following 3 months 5月加入 6月 7月 8月 你不用maintainance 9月你必须 买一套产品 为什么公司会强制性 要领导一定要买一套产品 不是买10套20套 来去做业绩 而要囤货什么不用 只需要一套 为什么 就算你买 blacktinent开始了 你5月加入了 6 7 8 如果一家人吃 他可能都已经吃完了 那 第4个月 就公司的 跟你的一个条件 就是必须maintain 一套 为什么呢 就是要你吃这个产品 一套 你就不会流失 一个人的奖金了 记得啊 这是重点 第一啊 然后第二个重点 每一个人进来 刚才Binary图 刚才我讲的 对方 左跟右 一定要有你直接推荐的 的一个会员 有你直接推荐的 记得啊 左你要推荐一个人 右你必须推荐一个人 你才能成为合格的指销商 因为每个人进来成为 一个开始 只是consumer罢了 每个人都一样 你blacktinent进来 我进来 blacktinent 我就是一个consumer 那我假如成为distributor 我左跟右 必须要去推荐 各一个会员进 明白吗 这是两个重点啊 你要拿完所有九种收入 跟没有流失奖金啊 记得 当落入maintainment的时候 你一定要保持这一套 记得啊 跟第二 你一定是要 要成为distributor 明白吗 OK 来 那我就讲第三 我们以为第三个奖金 就是对等奖金 OK 对等奖金啊 它是按直推来算的 那这一边记得啊 直推 这一边我就要跟大家分享 一个很重要的字 叫做 代 英文叫generation 那假设今天我 我推荐了 Mr.A 他就是我的第一代 first generation 明白吗 直推的 OK 那这个Mr.A 再去推荐的A1 他就是属于我的第二代 那以此类推荐 A1在推荐他自己的第一代 A2的话 他就是我的第三代 明白哦 所以直推的人 他去做的业务 就是你第一代 第二代 这样子来算的 那对等奖金 就是按这个代数来给 就是按你直推 那如果这边 同级跟白金级有分别吗 绝对有很大的分别 所以我告诉你 当你带你的团队的领导来听完过后 他一定是以白金来发展的 你看 如果今天你以同级来发展 不要说 sponsor bonus 跟 pairing 对等奖金 你只能拿一代 意味着今天如果我发展 我推荐了一个Mr.A OK 他也去发展 拿到对碰奖金 记得对等奖金 他是按我直推的 第一代 拿到对碰奖金来给的 明白吗 那假设今天我同 我推荐了Mr.A 我协助了他 他拿到对碰奖金 100块 IWD假设我是同级 他是我第一代 我有个拿吗 有3% 第一代 那他拿对碰奖金 IWD100 我拿3%是多少 3块 但是如果今天 我是用白金去发展 我拿30% IWD30 所以领导们 你们去思考一下 当你们任何去发展 你会以什么 那个package 去发展 肯定是白金 那更重要的白金 可以拿5块 你看到吗 30 20 15 你看到吗 Bronze的话 只可以拿一代 3% 那第二代 Mr.A 推荐的Mr.A 他也开始拿到 对碰奖金 100 我就没有了 但是Shilver 至少还有两代 够的话有三代 但是白金可以拿 5代付 没有流失奖金 明白吗 然后我再重复 对等奖金 他是按直推 然后跟对等奖金 是按你直推的那个领导 拿到的对碰奖金 来算给你的 那这一边就是一个团队精神 那很简单 假设今天我推荐了Mr.A 我会去协助他吗 他拿到对碰奖金 我有overwriting 我有matching bonus 我一定会去帮他 开左右 为什么呢 他又成为discriminator 他又不会流失奖金 对不对 所以我帮他开了左右 他产生了什么 对碰奖金 我得到什么 我是Blatinium 我得到30%的对等奖金 那他也一样 当他去协助他自己的第一代的时候 我会不会去帮忙 会呀 因为我有 当他的第一代 就是我的第二代 也拿到对碰奖金 我有20% 对吗 那有些人会问 帮到五代了 第六代不要帮忙 那就太自私了 你会问到 为什么呢 就算第六代跟你没有关系 但是他在建架 是不是在你Binary图 你还是有对碰奖金 那还有一点 如果我们复制的好了 然后第一代 你直接第一代他也是有能力去handle了的 那我们做这个事业 记得有人爱 不要 因为有些 我告诉你 因为很多领导他很会算 算到第五代过后 有第六代不关我的事了 他抽身 那你觉得你可能会做很大吗 那我问你 第六代第七代 接下去可能第三四十的啦 他们产生的分数 跟你上聘级 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上钻石 这个聘级等等有关系吗 有关系的 所以领导们 做这个事业 这一个只是一个换算的模式 你会换算是让你知道 但是不是让你 太会算 我们讲 很多人太会算 去到六代他不要帮忙 偏偏我告诉你 第一次出一个superstar出来 他做很大 可以推你三钻石的 你要不要帮忙 你不懂了吗 所以我告诉你 这事业 就是要打碍 谁都帮忙 他来自你一百代 要不要帮 帮 你一百这道理吗 OK 这样OK吗 Matching Bonus 刚才两个重点 它是白金的话 可以拿五代 然后它是按什么 按你直接推荐的人 拿到的pairing 来换算的 OK 来 下一张 看对等奖金 一个换算 一个月对等奖金 可高达多少 你想一想 30 20 15 5 假设 以这个对方奖金 1660来算 你看他忙到奖金 然后这边就一个 大概给大家看 来 下一张 第四 所以刚才我讲 第一我们的 sponsor bonus 第二 pairing bonus 第三 matching bonus matching bonus 我low掉一点 matching bonus 也是有每一天封顶 记得 它跟pairing的封顶 是一样的 记得OK pairing跟matching的封顶 所以你看 如果今天你是bronze的话 你封顶是跟pairing要 这边 看到吗 每次封顶 所以 白金的话 是iw1千 那假设今天 你pairing也封顶 matching也封顶 我们大家 努力去做 还有这么多市场 做了一个五年八年 你想想 会不会pairing也封顶 matching也封顶 一天iw2千 乘以1.66 多少 仔细算一下 爽吗 那时 那会不会 这一天的到来 我告诉你 一定会的 因为我们还有很大的市场 等待开发 那你对我们产品 有没有信心 对宇位的零卡 有没有信心 对我们的plan 有没有信心 有的话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 一定会发生的 就是pairing封顶 matching封顶 好不好 OK 来 再回来我们的maintainance OK 这边 也是 记得 维持奖金 它也是按 直推 按代数 来给它 跟matching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 bronze的话 第一代 假设刚才我讲 我推荐了 Mr.A OK 它是blacktineum 它已经没有办法 再upgrade了 它接下来 假设它5月 加入 是blacktineum 6月 7月 8月 它不用maintainant 9月它必须要maintainant 为什么呢 一 当然它要吃产品 二 它只有要maintainant 它才不会流失奖金 记得maintainant 很重要 maintainant很重要 maintainant很重要 所以重要的 要讲三次 对啊 对啊 所以当它落入maintainant的时候 我就没有matching 没有pairing了 因为已经 该拿的sponsor matchin 跟pairing 拿完了嘛 所以当它落入maintainant 第一代啊 我推荐的Mr.A 我就有10% 那它maintain一套 我讲它maintain一盒就好 30分对不对 我10%多少 iw3块 好 OK 那它坐下去的第二代 我就 不讲bronze 我 就因为我讲嘛 一定是以白金去发展嘛 你看拿silver 只可以拿三代 gold可以拿五代 十 五 五 三 二 OK 然后 brotinium 可以拿七代 10% 然后 五 五 五 三 二 可以拿七代 OK 所以 这个事业 你一定是以brotinium去发展 记得brotinium 我们一生中 只是要一次 你就是终身是白金了的 OK 来我们看下一张 它怎么算呢 你看 所以这一个事业 我教大家 就分享给大家知道 我们引流 做制度 做团队 一定要有一个方向的 然后 然后 直销是一个数字游戏来的 记得选直销三项重点 看我已经讲了的 产品 制度 跟领航人 那 直销呢 它就是一个 statistic 出来的就是10% 就是你 建了10个人 你推荐了10个人 就是只有一个人 会认证跟你一起发展 那已经是很OK的了 所以10% 那要找出6个人 我说了我事上说的 分享的就是做制度 你一定要有一个方向 做一个事业 有一个方向 那我给大家一个方向 就是我们 在我们的第一代 first generation 找出6个认真的领导 跟你配合 那这6个人要找出来 像我讲了10% 就意味着你要去 直退多少人 你才会出现这6个人 60个 所以领导们 这个事业可以赚多钱吗 可以带给你巨大财富吗 它一定可以 但是呢 相对的 你的付出 你的努力 一定是相对的 不是说这事业可以赚多钱 我每天睡到 13-14点 懒惰去 下雨天又懒惰出去 刮风懒惰出去 太冷又不可以出去 太热又不能出去 这样怎么样能 发展到这事业 明白吗 所以一定要知道 10%的概念 我一定要只推到60个人 才会出现6个人 那你想一想 假设我的第一代推进了6个人 他们都是白金的 我赚我该赚的了 sponsor pairing matching 当他们落落 maintainance 6个人 每一个人买一套 然后30MPV 你看到吗 第一代 一套在matching 在这个maintainance这边的 它产生的point value 分数叫做MPV maintainance point value 所以一套是30分吗 如果6个人都买一套就乘6 然后第一代如果是白金 第一代我拿10%吗 我拿IWD18你看 我就有 乘以1.66 新币29.88 可能不多 但是我告诉你 做制度不是看前面的 所以这个事业 大家一定要努力坚持去做它 最少5年到8年以上 你就会看到这个雪球滚动 很大 明白吗 但是我们给自己一个方向 只推要6个活跃 跟你配合的 当这6个人都maintain 很清楚的29.88 是不多 但是你要知道 复制了 做团队就要复制了 我复制我的第一代 他们有 也去复制他们个别的第一代 就是我的第二代 就是6x6的话 我有36个人出来 整个团队就成型了 36个领导 对吗 那一样的 如果这36个人 都是Blatinium了 Sponsor Pairing Matching 该赚完了过后 该拿到的Blatinium 拿完过后 他们落入Maintainance PB的时候 你看到30分乘36 第二代只有5Cent 就有IWD54了 89.64元 但是你不只是拿89.64元 你也会拿第一代的29.88元 为什么 当第二代要Maintainance的时候 第一代需不需要 必须的 如果它没有Maintain 它拿不到奖金吗 拿不到 所以当第二代你拿到89.64元的时候 你第一代的29.88元也是一定拿到的 明白 那一样复制 我也教第二代 我们一起协助的第一代 去教他们复制到第三代出来 216个人出来 一人也带好6个 他是一个6的复制 当216的人也落入Maintainance的时候 30分 一个人乘以5% 然后第三代有5% IWD324乘以1.66元 新币537.84元 当第三代要Maintain的时候 第二第一是不是也需要 那意味着321你都能打完 你自己加起来 看下多少 然后 一样的 复制 第四代 216个人 个别复制他们自己的6个人 1296 第四代还是有5% OK 那这边 30分乘1296 乘5% IWD1944 乘以1.66 3227元 再加上 第三 第二跟第一的 这边加起来有多少钱 大概有4000 4000 4000 4000左右了 想一想 4000 我不知道 新加坡路 基本月收入 4000应该是很OK 然后更何况 这一边 是 副业来的 是用我们的月仪的时间 去分享多一份收入 你需要承担公司的 Operation cost Marketing cost Kロ的贡献 你需要给的吗 不需要啊 所以这边是怎样 你只要用心 你应该做的就是用心去分享 就能得到 这一份收入了 OK 那再来 假设成功了 我们用三年了 成功的复制到第五代 7776个人出来 他们也个别maintain 这边我强调 我算的这个人数maintain只是一套 OK 你看一看 当他落入12345的时候 IWD是11000 也是5% 第五代 OK 11664乘1.66的话 19300 362.24 再加上 第四、第三、第二、第一的 这边有20多千新币 我不知道 在新加坡 一个月要拿2万以上新币的收入 应该是 我相信是在那种大企业做 general manager 以上的吧 对吧 如果在马来西亚 我说马币2万 银行的 要经理才可以 父经理都没有 所以领导们你们想一想 那会不会很难完成吗 这7776个人 你以为全部是你找的吗 你也没有这么厉害 我也没有这么厉害 我们是好好复制 所以做团队 做有制度的一个事业 一定是重要的一点 就是相信 听话 相信叫做 就是一个复制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素 我们不用假厉害的 我们就听话 我们相信他 我们照着做 他就会出现了 那我们说了 真的 在做到可能8年以上 第六代也完成 不要看第六代变成3% 它的人数多 如果一人也免费一套而已 乘以3% 是IWD41990块4毛 乘以1.66是6万9 接近7万块 再加上第5、第4、第3、第2、第1的话 自己去加 如果期待了 奖金算完了 上面看到总数吗 多少 371,766 如果讲一个月 他们全部要保持 那我这边说的是 一套 就是 每一个人只是保持一套 我想问一问 如果已经跟着我们一年以上的领导 家人们 你一个月保持几套 心里有数的 对吗 我问了很多领导 就一套 三套、五套、八套的 一个月 因为全家人要吃 那这边我的换算 只是用一套 那这边是百分之百的人数 假设 出现的话 那不可能 我告诉你 事实上没有百分之百的东西可以完成的 对啊 那我告诉你 如果这边的收入 你持续去做 只完成到一半 可以吗 或者百分之三十完成罢了 你想一想 371,000 百分之三十多少 是不是要9万到10万 对吗 就算百分之二十 二三六 也有六七万 对啊 对啊 所以只要我们去做 无论他完成的 百分比是多少 百分百不可能 我跟你讲百分百还是骗你的 我只是换算给你看 制度 该配奥出去 多少钱 明白这道理吗 我告诉你 真的认真去做 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大领导 钻石级的 他们团队已经超过三万四万人 你们想一想 七千七百七十六算什么 不是你找的 它是团队复制滚雪球 刚才我讲的 越滚越大的 只要你相信 照着去做 坚持去做 好不好 OK 所以maintainment 重要吗 绝对重要 maintainment来干嘛 两个重点maintainment 第一 打奖金啊 不是那排第二 一定要自己吃产品 为什么我说了 如果你自己没有吃产品 不要介绍这产品 为什么 我们是骗人 对啊对不对 所以第一就是自己要吃嘛 所以必须要maintain 什么时候要maintain 加入的时候需要吗 不需要 加入了隔月 假设你五月加入 六月需要maintain吗 不需要 八月需要maintain吗 不需要 九月需要吗 不需要 十月才需要 但是这十月的maintainment 几时我们要做好它 九月份 整个月份 你做一次maintainment 它不会activate你九月的 它不会浪费掉的 它是activate你十月的 所以每一个月这个啊 你假设你十月要做maintainment 你九月必须 做好 来activate十月 十一月的叻 十月来做好 activate 十一月 明白这道理吗 那很简单 假设你五月加入maintainment 还有一个奥妙的 如果你五月加入 六月不用吗 七月不用吗 对吗 八月也不用吗 九月需要吗 但是你八月 可能你介绍一些朋友 你可能是blacktinium 已经吃完了产品 也卖完了 可能也卖到一些朋友 你还有朋友跟你订 他不要进membro 他想只买来吃 这样你必须maintain十套 假设八月你maintain十套 OK 这样你九月是不是已经activate了 九月只需要一套吗 但是你maintain了十套 这十套会怎么做你知道吗 它会activate你 接下来following 慢着十个月的每一个月 每一个月他扣 系统会每一个月只扣一盒 你想好不好 你说这我们公司制度 人性化吧 你八月maintain了十套产品 就表意味着你接下来十个月 是不需要maintain 你都能得到奖金 它是每一个月maintain 你扣一盒才能起来 OK吗 你觉得这样子 那公司也可以设置一个制度啊 我管你 总之八月的你maintain 只是activate 九月到了 可以吗 我管你是maintain 十套二十套三十套 对啊 没有的 你放心 我告诉你 有些领导 他的maintain 已经activate following months 两百多个月了 是多少个 是多少年 你们去想想 为什么 因为产品它一直在销售啊 所以一直销售 就会做maintainance 所以maintainance这边 领导们一定要知道 不要每个月去顾它 这个月maintain下个月 这个不用的 一次销售你可以maintain十二个月 让它activate 十二个月可以吗 可以啊 为什么要十二个月 十二个月还有送三套产品 公司每个月maintainance 都有给bonus的 就是会送的 promotion 六个月maintainance六个月 会送一套产品 maintainance十二个月 会送三套产品 就你想想 这边送的 是不是你是多赚的 明白吗 所以maintainance很重要啊 明白哦 OK 来下一张 来这个下一张 单线的我们就会讲 来 Next 第五 所以领导们 家人们跟我讲的一种做法 真心分享产品 有几种收入 九种 我们现在落入第五种了 见点奖 见点奖 它来自哪里 它怎么算 它来自我们的binary图 所以binary图算什么 算pairing OK 然后 还有算这个见点奖 OK 然后binary图 大家要认识多一个字 叫做成 一成两成的成 英文叫做level OK 这样很简单 假设我加入了 我的第一层都binary吗 一定是二咯 我的第一层有几个人 几个空位 第二层呢 四个空位 第三层呢 八个空位 十六 三十二六十四 这样子下去 因为binary 它是二的一个倍数 明白吗 好 记得啊 一层两层 第一层多少个位置 两个空位 第二层呢 四个空位 所以见点奖是这样 见点奖只是给go 跟platinum的配套的人才有 所以各位朋友你看 这样你要发展 一定要嘛就go 要嘛就是platinum OK 我讲 platinum的奖金啊 见点讲 在我们的整个binary图 从第一层到三十层 各位朋友如果你有计算机 等一下你计算 用二乘二乘到三十次 这边你看三十层呢 是多少 多少的空位你知道吗 超过十个亿的空 十亿的空位 你可能填满了 满下才多少人 小摩才多人不可能填满的 OK 但是这个空间 会不会有人 会不会有你直接推荐的人 或者upline placement 肯定会有的 记得 只要你是白金啊 在这三十层内 无论是你推荐也好 不是你推荐也好 只要产生到一套 maintenance 你都会有IWD的话是五毛 IWD0.5 换去新币的话 是多少 乘1.66 快半 对啦 应该因为讲惯马来西亚 然后新加坡一下子我会很 OK 记得啊 他只给go 但是go的话拿多少 go的话只可以拿十五层 但是他拿多少 他拿不到IWD0.5 你看下一张一下 我看他那边有写吧 0.3 你看这边 OK 这里是 算白金的了 Blatinian的了 0.3 sorry sorry Blatinian的话是IWD0.3 go的话是IWD0.1 因为是马币五毛嘛 跟快半嘛 所以我讲回来 你放回上一张 来 我再讲清楚给大家知道 OK 白金的话可以拿30层 这30层内 无论是你推荐也好 不是你推荐也好 只要有maintainance IWD0.3 那就乘以1.66 0.498 对啦 OK 那如果你今天是go的话 你也可以拿到间点奖 但是只能拿到15层内 就是第一层到15层内所产生的 每一套maintainance 那拿多少 拿IWD1 就是新币1.66 OK 0.1 IWD0.1 明白哦 所以见点讲这边 这三四年 我看到很多年长者 六七十岁的 他们进来可能就是为了产品 但是他们是开始买的Platinium 然后他们也左右已经烧到了 他们没有什么大力去发展 但是团队一直Platinium 然后也遇到很多会做的在团队 一直会maintainance 单单他们的间点讲 一个月 马币都是三四千块的 我见到很多了 所以这边是大家共享的一个机制来的 所以跟我讲的 去到第五代很容易算 去到第五代我没有收入了 告诉你间点讲 对不对 OK 这边明白 来我们看下一张 你看 如果去到三十层 去到十五层有多少人 有多少个空位 三十二千七百六十八 但是如果去到 三十层是超过十个月的空间 的空位 可能填满吗 不可能 这个是天文数 但是能填多少 不知道 只要你去做 它就一定会产生 产生多还是少 没人能懂 只要你那颗星是对的去发展 我告诉你 它就一直会成长 OK 来 下一张 第六个奖金 升级奖金 在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发展团队的事业 其实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观念 我要去发展它 就是我要协助所有 我带来的朋友 我带来的家人 我带来的家人 都希望他能成功 有些领导他是这样的 他很会算 他算算一下 他会跟他的 upline讲 我做的好像都是 你赚比较多 你这么厉害算 很多人会去算的 你做比较多 到处的那心态去发展 事业根本都不对的 你一直换算 你做的 upline哪多 但是你要知道 当你抓去 你的 downline 如果你是这样算 你的 downline是不是一样 你这样子算 我们的plan只是一个机制 把 bonus共享的机制分出去 我告诉你 这事业就是多劳多得 你就是很努力去做 它是可超越的 是不是很多 downline 已经超越 你们的 upline 上聘级 收入更多的 所以我们不用去算 做了是 upline 你哪多少了什么 然后就跟他 argue 这些 bonus 没有用的 这是制度会自动换算的 所以心态很重要 这个事业大家就抱着一个心态 我协助你 然后再协助你去建立团队 大家一起把它做上来 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那我就落入第六个 第六个奖金 就是升级的 我们的ranking bonus 这是one time bonus来拿 所以雨薇现在有几个奖钱 我们现在已经有出到第六了 就是我们的王冠 那这边是写着五个先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per 珍珠董事 只要你完成 ok 就能得到心态到 830 好 这是单次奖金 那你完成蓝宝石 第二个奖钱 1660 完成红宝石 2490 完成翡翠 4150 完成钻石 8300 这个奖金是单次奖金 那如果讲真的 你很幸运 你一次做 你可能就是突然间上到 红宝石去 没有上破也没有放 上扫白也直接上红宝石 可以的吗 可以 三个奖金都能拿的 不是说只是拿红宝石的 只要你经过的 全部都是你的 所以我们认真发展到 钻石器 总奖金会有17400项 来自这个升级的奖金 好 这样你一定会问 这样怎么样能完成珍珠 对吗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 最重要的第一 你一定要Splatinum 第二 你一定要Maintainance 所以很重要吗 Maintainance 第三 在Binary图 那个图 是刚才我们讲的 一个大区跟一个小区 大区的话 可能就是 已经超越 很多人在发展了 它是超越了1万分的 可能1万 可能2万 可能3万 5万不懂 它总是超过1万分 但是在小区内 你自己要付出努力去做的 你要完成珍珠的话 它一定要超过1万分 明白吗 所以大区是肯定超过了 小部门 就一定要超过1万分 所以几个条件 第一 你要是Binary图 二 你必须Maintain 第三 你的小部门 一定要超过1万分 你就可以完成珍珠了 那这个1万分 1万PV 它是用一个月来算吗 不是 它是用3个月加起来 明白这道理吗 大区也是一样用3个月 假设你现在5月发展 5月 6月 7月 3个月加起来 完成1万分 你就可以完成了 珍珠 每一个奖钱 都是用3个月来加的 那假设 我刚才讲3个月 5月 6月 7月发展 如果你没有完成 OK 8月来 会flush掉它最 最早的那一个月份 那分数会被砍掉的 肯定的 OK 就变成6月 7月8月加起来 明白吗 一直用3个月来算 OK 那蓝宝石呢 小部门要超过2万分 大部门肯定要more than that 一定的 OK 那 红宝石呢 一样啊 记得自己一定要是 一定要maintain 那红宝石的话 小部门要超过4万pv OK 这样 呃 听到吗 听到吗 你们稍等一下齁 你们稍等一下齁 他们稍等一下齁 应该是 我们的Mr.Iron应该是段信的 稍等一下齁 可以吗 有吗 等一下啊 我按Mute你你等一下啊 有声音吗 OK 可以听到了 OK啊 好我帮你放 不好意思啊 不懂为什么会跑出去 没事没事 OK 刚刚我讲了咯 20万分啊 记得是来自 三个月嘛 然后关键是 它是来自整个团队 像我讲嘛 是滚雪球的一个 一个制度 你当你去做 它是越来越 越大的 记得啊 它是整个团队产生出来的分数 然后这分数 是包括 Point Value跟 Maintenant的Point Value 两个加起来的 OK 这个单只奖金 大家都OK了 那来 我们再来下一张 第七个奖金 这个家庭基金 其实这个奖金 在开始我们叫 Leadership 我们是领导奖金 为什么换成家庭基金 因为 当我们一路走 走来 宇威这个事业 确实帮助了很多家庭 改变到他们的基本开销 很简单 假设你用越野的时间 在宇威 做到可能有个 四五百块新币的收入 这对于我们基本开销 财米欧元 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了 所以为什么 跟他改成这个 Family Fund 家庭基金 就是这个道理 那这一边 就是给 珍珠以上 珍珠董事以上的人 每一个月 你记得 你这一个月完成 珍珠 OK 下一个月公司的业绩多少 你就可以分到这个 家庭基金了 但是你记得 当你这个月分到 你下个月还想 拿到这奖金的话 你必须 requalify你的奖金了 你这个月上增珠 下个月你没有 没有完成增珠 你的奖金没有跌 但是你的实际上 你的业绩没有达标 你是拿不到这个奖金的 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因为很多人有问 你完成一次 是不是一直可以拿的 No 你这个月完成过 可能你 接下来下个月 你奖金没有drop but你的实际的业绩 是drop了的话 你是拿不到的 OK 像这边就是公司会播出 两% 来分给 这个 珍珠董事以上 OK 这边好了 来 下一张 每个月公司都会算出来了 来 OK 这边 跳到第九 第七 第八 是我们的旅游 你再开下一张 一下 不用紧 跳回去 跳回去 等下我再加 对 这边 上来 上一张 上一张 那个旅游的 再下一张 再下一张 下一个 他没有 他没有debug 等一下 哦 没有啊 没有我懂 我毕竟 这样好 这样我跟你讲 hello的 因为他有一张图 他有一张旅游的图 旅游的图 你看 你再下一张 看一下 有有有 再下一张 我看到了 啊对 这边 不是不是 这个 不是 再上回去 ISC Inchiaway Submit Conference 第八 就是我们的 Inchiaway Submit Conference 就是海外 高峰会议 哎 跳不要跳 啊这个 其实今年 我们定了是 Portugal跟 Span 我讲回这边 我讲回我们的开始 以为的第一年 我们是去 呃 Europe 你们知道 多少个人合格吗 才11个人合格 就是以为的第一年 然后很多人讲 不容易啦 这个 很多负面 很多人嘲笑我们 没事 为什么我们相信 我们开始了 那份新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能完成了 第二年 我们去哪里 去北海道 77位 然后今年 我们是去哪里 OK 我们也是 今年 当然现在也是 去不了啦 因为这个 疫情的情况 我们多少人合格 你们知道吗 150个 也是去Europe 然后当然 2021的日明年 我们定下是 葡萄牙跟西班牙 以这个情况 现在我们会去思考啦 因为这个情况嘛 都不能去 我们会不会 公司会有 另外的打算 但是呢 疫情肯定会过去的嘛 旅游奖金 始终是每一年 都会给的 所以这一个旅游呢 是全包的 然后怎么换算 来 我给大家知道 旅游分 每一年去哪里 旅游分不一定 但是通常都是 在650分 给新人进来 他是怎么样 得到这个分数 在我们直推 然后直推的会员 就是我们直接 推荐的人 他做 Maintenance 或者直推的会员 做Upgrade 他都会有分数算 给你 OK 那当然时间问题 可能我不要 太仔细 教你他是怎么 要换算 因为很多人 如果再去 换算 可能你会很乱 再我回去 那个Super Platinum 那一张 再上 这边 其实为什么 旅游我第一次 的讲计划 我不会教你 怎么去换算 这分数钱 因为会很混乱 而且旅游这边 就是我想 你们不用太厉害 去算他的 为什么 只要我们认真 去做 团队够大 分数自然会产生 这边我是想 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去发展 这事业 有时候我们懂 但是我们 不用很厉害 去换算他 你会换算 可能到那边 你会停掉的 不要懂的去换 你只要认真去做 我告诉你 很多现在我们的 前 我们两五十大 一百大的领导 他们的分数 每一年都合格去理由 为什么 那我问他们 你们会算吗 我不会算 但是为什么会得到 因为我会做 我用心做 我认真做 所以这一点 大家知道 我刚才已经讲了 这个世界是滚动的 它越滚动越大 所以只要你去做 你该得到的 是时间问题罢了 当他一得到 我告诉你 他永远跟着你 好不好 那我就落入这第九 特别奖励 Special Incentive 这一个奖励 叫做Super Platinum 它是一个奖钱 当你完成 你会得到一个新币 830 那这一个奖励 只是给新朋友进来 所以每一个人 只有一只机会 就是新朋友进来 跟那个月份不算 假设这个月 五月你进来 不算 这个月份 Free给你 在Following 3 Months 就是6月 7月 8月 这个时间段内 你必须完成 指定的 这一个条件 你就能合格 Super Platinum 第一 你自己一定是要 看到吗 指销商 怎样完成 指销商 左右 必须推荐人 OK 第二 个人的组织 也就是整组 是Binary图 记得这个是看Binary图的 Binary图 整组要超过8000分 它是Point Value 加上 Maintenant Point Value 但是Binary图 一定有一边 大一边小 小的部门 一定要超过3000分 那很简单 假设今天 我完成8000了 一边4000 一边4000 可以吗 可以 那一边5000 一边3000 可以吗 可以 但是如果一边6000 一边2000 可以吗 No 那一边6000 你要加把这边 搞成3000 明白吗 小的部门 必须3000 所以你才 能完成这个奖金 其实这个奖金 是一个fast booster来的 如果你带来的朋友 在第一个月 他吃到很好 他也了解了这个事业 所以这个我们做follow up 就要很sharp 当他吃到很好 他也想了解 说接下来三个月 如果他一上 会帮着你上聘的 如果你一个 左边右边 都有很多 superflat 产生 你想一想 你能不能完成 Ruby 能不能完成Emerit 肯定可以的 新加坡已经出了 第一颗Emerit 我们的Jenny Jenny大姐 也是完成了 所以各位朋友 这个事业就是没有多厉害 也不是看你能力多好的 就是我们的那份真心 跟那个 此次以恒的坚持力 明白吗 OK 来我们再看下一张 所以九种收入 我已经讲完了 第一到第九了 然后来 你看看下一张 来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短短的这三年多 看到吗 这一个是我们以为 企业家一年的收入 这还不是最高的那个 看看2019年 1月到12月31日的 60多万 那除以3的话 这边应该都有10多万新币 对吗 3的话没有20多万 OK 所以领导们 这一个statement 包括所有领袖 公司的制度 我们的system已经create好 我们的在马来西亚 必须报税的 西亚国也是一样 都已经做好 所以这些statement 是不是拿来骗 它确实是pay out了的 因为公司是走 所有的是正规的 OK 来下一张 再看一看一些 example给大家 分享给大家 你看 三个月收入 加入 用五六个月 开始用两三个月学习 五六个月发展 然后再看 following month 三个月的收入 10多万马币 来下一张 不要不要 我要分享这边 你跑去上一张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unilevel 你再看上一张 所以我讲unilevel重要吗 再跳回上一张 你看啊 第五个收入 看到吗 unilevel 那边我们也算 一二三四五 39千 想想看 马币啦 你去算回去 你除三就得到新币了 所以你想一想 然后你看这一个奖金 来自pairing 看到吗 30多万 即40万 400千 你看sponsor没有很强 为什么 因为他团队已经在干嘛 所以这个就是证明什么 他滚动了嘛 所以做这事 不要看眼前 你老板 不要看眼前 赚一点 再一点点 外来这样少 就开始放弃 我告诉你 我们每一个人 最容易做的决定 就是放弃 但是你坚持下去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收入 为什么不要用月的时间 去建立这个管道 对啊 对不对 OK 来我们再看下一张 再看下一张unilevel 三个月 三个月 这个是几月 你看这三个月 你看第五个 一二三四五 也有九千多 三个月九千多 因为这一个月有三千多 快unilevel 记得unilevel你是不用做的 它是只要在那个30层 这肯定是表天内了 你不用看 30层内有maintenance 是你推荐的也好 不是你推荐也好 都会得到的 OK 来下一张 这个一个月收入 看一看 七月份 unilevel也有一千多 没有sponsor 领导看一看 他就是没有推荐新人了 但是你看他排率七千多 七八千多 看到吗 这就是我说了 有生命力的plan 如果一直要有sponsor 才能赚的 一直要卖一大堆 或者团一大堆货的 做死你 对啊 对不对 所以有为事业 大家一定要抱着一个心态 就是去帮人 健康 去推广健康 我们的五大祭祀 健康 忍耐 忍耐呢 立他人先 我们的做法 公司的做法 先立领导 你是领导 你要怎么做 你也是要忍耐 你先立你团队的人 不要想自己撞多少钱 帮助他们先 所以一定要以忍耐的方向去做 OK 然后 希望 我问你了 这个领导 其实我知道了 我只是分享 普通上班族 他那么一个月可以两万多年 我问你了 他上班可能 我说他偏了五千 精力极了 这边才用短导一年多 去建立这个管道 这样的收入 你说这个财富 你可以带给他 家人 怎样整个未来 记得 这个只是他开始的收入 是不是会滚动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这是一个滚动 会越滚越大的声音来的 对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听清楚 要去误导 公司 市场计划的精髓 会带给你未来巨大的财富 这个财富不只是金钱 还有你的健康 然后刚才我讲的 希望 所以这个 有没有给到他们带来 全家人未来很好的希望 肯定有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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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接下来呢 自由 那他又合格理由哦 就是自由之下 可以去 自由的话 不是说到处飞就自由 自由必须要有 很好的健康提供 你才可以到处走 要有一个 passive income 你到处走 收入没有来 你能走多久 对吗 你这样呢 以为如果成功的话 持续新来的哦 最重要你要保持一核 对吗 那到处去飞 到处跟着我们 那个ISC 到处去走 是不是自由之在 然后再来 这个事业 他在继续做的五年八年 他不想做 他可以把他的 这一个事业 传情给他下来 得到永续经营 永续收入 这就是我们以为的 金水 五大计时 OK 来下一张 看到吗 一个月收入 然后 九万啊 多少打工经理 其实要做一年以上 才有这个收入 那你说他 天生就有能力去做的吗 不是 他跟你一样 因为吃到产品 相信产品 相信公司的理念 增进去推广 得到的收入 那今天他可以 为什么你不能 一定可以的 因为是公平公正的 OK来下一张 也是一个月的 三万多的 来 Next 太多了 真的 这拿一切地址 这跟我讲了 下一张 再来 Next 这就是我们的其中 这一个加强 除了九种收入 各位领导记得 雨薇的市场计划 九种收入是我们的 co-plan 核心 制度 它是不会改变的 好的话 等一下给我掌声 不会变的 那边够多了吗 我告诉你 已经够多了 真的 刚才看到收入吗 刚才那些领导 拿到这些奖金的时候 需要烦恼 现在呢 MCO 公司 Operation要照走吗 Costing要照走吗 他们需要给这些cost吗 需要配我们的 Mr.Boo 还是Carol 我们的经理 那个 Selery什么 不用 他们 Income Net的 那九种 记得 co-plan 是不会改的 Good OK 更重要的 公司还会给 Incentive 这就是我们的 Car Incentive 只要你完成 今年呢 完成Diamond Directors 公司 拿两部 X3 BMW 来给 领导 其实 今年公司 原本是给 一两块了的 七系列 在一月份 就给 来自麻婆的领导 一位女生 叫李PengPeng的 他只用了两年多 就完成了Diamond 拿到了 我们的7 Series 那真的在此 我要恭喜 Janny 新加坡的领导 你是最棒的 他也是完成 新加坡最高平期 Emeritt 也得到 BMW的 那两层 OK 这是 Extra的 Car Incentive 每年会变的 记得 Cold Plan 不会变 那九种收入 But Incentive 是每年 会改变的 OK 来 下一张 Next Gen Y 原本也是 给一步 罢了BMW 3 Series 在二月份 也给一个 32岁的 女生 又是女生 所以男生 加油 OK 拿掉了 拿掉过后 公司又 我们就思考 所以为什么呢 公司五大金 是第二 人耐 就是先以会员的 利益 极大化 做我们的决定 的一个方向 再拿到两步 但是 因为 当然 这个就是 业绩跟 profit的一个 决定 只能拿到 这个 Honda Savit 35岁以下的 完成 Emeritt 就可以得到 Savit 拿两步出来 也是Car Incentive 这个是附加的 OK 来 再来 所以各位朋友 今天 也分享了 一个小时半了 很简单 思路 才能改变 我们才能 找到出路 思路 决定 出路 观念 决定 我们的 贫富 所以今天 简单 在ESDI 上班的 靠劳力的 今天有这个机会 它又是电商交往 又是大健康 未来产业 而且 刚才我讲的 它已经具备三大条件 直销三大条件 我讲的产品 制度 大家已经了解 制度了 公司领航人 我们五位 都是亲密亲密 这样 真的 我很想跟大家一起 拼到底 拼到我老 好还是不好 Perry也是这样的想法 老大还是这样的想法 Michael 你们的CEO 新加坡CEO 也是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们跟大家一起去 做这些事业 非常开心 因为我们可以帮到 很多人 找到健康 改变到他们的生活 好 所以你领导们 你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 思路必须改变 只有你才能决定你的出路 OK 来 下一张 最后分享一些观念 当然 心怎么想 当然它会带给你 像游行生 要成功 行动思维 心态是非常重要 刚才心态我已经讲了 发展这个事业 不要抱着 你很会算 很精算 什么都是你赢完了 不要 抱着什么心态 帮助所有 领导 成功 赚到钱 就是我的方向 你一定会是 赚到最多的美丽 明白吗 OK 来 然后 就是最基本的 我们相信过后 行动 来 你看 我一直 我事实上讲的 事实上最强力量 就是相信 今天我讲到完了 我伟人讲完了 完了 过后就去睡觉了 忘记到完了 全部 也不相信 讲完了 那些statement我也不信 你可以选择怀疑 你可以选择相信 谁的决定 你是谁的决定 那产品 人家讲到这么好 介绍给你 你也是怀疑 怀疑你会去买来试吗 不会 就会有 后续吗 绝对不会 就一定是从来相信 我拿了这产品 我来用 真的 改变了 最基本的相信 然后我就去了解 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 我去推广 真的可以得到 Elon讲 如果我们 伊核能得到这样子 Perry能得到 你就开始相信 就会产生了行动的力量 然后行动力量 当你持续去做 看到了收成就越多 你就会有一个坚持的力量 在后面上 所以相信行动 坚持是离不开的 好不好 来 下一张 还有吗 下一张 这是上面的 记得 这个事业 仁爱的事业 是合作的事业 是助人自助的 这个事业 你不要老是看自己 仁爱嘛 先助他人 才到你自己 助人自助 天就会助你了 相信我们讲这句话 我们以为开始也是一样 我们就抱着一个心态 去帮助别人 我们没有想过 我们能做多大 没有想过 我们要赚多少钱 真的 就是去做 今天你看他们 以为一步一步 都有贵人来帮忙 一步一步 每年都在成长 就算今天MCO的情况下 疫情的到来 我们的事业 也一直在澎湃的前进 这就是我们的概念 帮助别人先 帮助他人成功 让自己更成功 好不好 来 还有吗 下一张 没有了 这个是最后一张 没有了 OK 对 谢谢 谢谢Mr.Aaron 谢谢你 然后当然 我相信 有新的朋友 可能你们听了 会有很多疑问 不容易 让你一下子了解的 就一种收入 了解最基本的 Sponsor Pairing Matching Maintenance 不了解的 还可以一样的 可以加我微信 问我 问Kero 问Anthony 问Melvin 都OK的 所以我们都很乐意 让所有的家人们 在这边更深入地了解 最重要的是 你们自己愿意 去学习 好不好 OK 最后 谢谢Kero 给我这机会 这边跟大家分享 也希望新加坡事业 整整至上 最重要大家要平平安 健健康康康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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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ze 谢谢 谢谢 Mr.Aaron Mr.Aaron